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记者是我是记者刘于晏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华星投顾的秋顶泰分析师来我们节目老师好 于晏你好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美股昨晚收盘大涨了87点在创新高 激烈的台股今天由平盖股领军开盘开高走高 攻上了10,700点 不过我们看到台股已经涨上来了 但是老师有没有要提醒投资朋友应该要留意哪些地方呢 好那就要先讲美股涨的原因在哪里 合理嘛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财报 我们看到思科的财报很好 然后它涨了5% 还有倭玛 倭玛就是做零售业的 那它涨了10% 那最主要一个重点就是说 川普的税改在众议院通过了 并定要升值了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通过之后呢 那美股当然就庆祝 不过说 金城大涨的美股你还是要留意什么 第一个第二不要忘了 它是众议院通过 对 参议院没有那么简单 参议院它只有52票 它少了两票 这一次众议院通过来跑了十几票掉 那这个参议院啊 如果两票没有搭上线的话 不见得会过 所以说只反应力多 还不知道 对还不知道一空在哪里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恐慌指数也没有大跌 黑天鹅指数昨天还涨5-6% 这些大家都要留意 那为什么讲这个呢 台子�結仓 对 我们不要担心说 外资现在的心态怎么样 如果一般来讲说 啊我们合理说 如果真的参众两院都过 美元势必要很强 对 然后就好像 宇院刚才很专业跟大家讲 升息的机会就大增 对 一旦大增的话呢 台币就有可能贬值 那就外资的动向 事实上我们头发 如果你最近稍微留意一下 宇院也知道 天市外资卖多一门 前两天 然后对 歧指的多单是一直在减少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要提到第三項比特幣呢 比特幣昨天供到8000美元 這個我跟余燕 我們聊那麼久了都知道說 比特幣具有一點小避險的觀念 你在美股大漲的時候 這個比特幣突然間大漲 突然間大漲的話 好 那馬上講說 比特幣大漲具有所謂的 比特幣的概念股 馬上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這檔股票 我們先看道雄工業指數的頭部 有點小出來 那必須這兩天繼續大漲 第二個讓我們看那檔股票 叫滑擎 比特幣 這是比特幣 這是比特幣 好 比特幣創新高 有沒有 那個8K就是8000 8000美元 好 那比特幣概念股 就可以留意了 那這檔股票剛好拉回比較久 我認為它是最蠢的 比特幣概念股 投資朋友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它是3515的什麼叫滑擎 第一個股價拉回了 第三季的財報非常好 前年大概可以賺4塊多 接近5塊 那因為之前比特幣拉回的時候 它也沒有 它要跟著拉回 可是比特幣現在創新高了 所以我們用觀念來看的話 它回到之前了 前一波那個高點有沒有 這個位置有沒有 這個是也合理的 所以你還是有空間 好 麻煩導播再回到 我們剛才那個字卡 最後一個字卡裡面 最後要講第一個 哪些族群是財報家 去補漲的潛力 我剛才說過 華晴也是 不要忘了喔 大家一直眼睛在 這個電子股這一塊 如果真的美元轉強又升起的話 很多傳統產業類股 都有它的利多沒漲到的 比如說我們來看什麼樣 銀建類股 我舉一檔股票來給大家看 麻煩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華顧 這檔股叫華顧 華顧就一年一年 前三季賺七塊七塊多 股價七十幾塊 我們說實在的 本利比也低 從這邊如果你是屬於 長期投資的朋友的話 你不要去燉啊 那它的股息股力也不錯 而且它已經很像整理很久的 包括什麼4907的宇富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上的關係 沒有辦法跟大家講這麼詳細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你現在必須靜下心來 很多股票的電子股只是反彈而已 那有些傳產股 或者還沒有漲到 像比特幣的概念股這一塊 對不對 包括我們現在跟大家講的 銀建類股 你必須注意它的基本面 很好的話呢 也許你現在啊 來做個小波段投資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謝謝大家 好接下來請看 一分鐘看台股 好我們趕快來看下個禮拜啊 台北股市 大家要注意什麼焦點 今天台股啊 因為美股的大上漲 跟著漲上來了 但是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這個10750點 這個所謂的月線啊 還是沒有辦法突破 還是沒有突破 那下禮拜就是觀察重點 當然我們說突破關卡 要有成交量 所以這個成交量勢必一定要 來到1300億 因為你過了月線 就有機會再突破高點 那今天有一個重要的消息 因為是來自於特斯拉 那特斯拉的推的 所謂的電動卡車這一塊呢 目前盤後我們看不到 什麼架構再出現了 但是如果到了正規盤 因為大家盤後 現在美國電子盤 特斯拉是已經收盤了 那晚上的話 今天晚上你就要注意到 整個對於特斯拉 這個股價的一個反應啊 好那第三個重點說 我們走到這裡 不要忘了一件事 必須要季報要很好 月報要很好的個股啊 在下個禮拜 能不能繼續走強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點喔 那總而言之 下個禮拜 台北股市是重要的關鍵州 第一個月線能不能過關 如果沒有過關 再下來測10660點的話 你手上的多單 就要稍微做一些減碼 謝謝大家